最近想跑一下刺激一下 不知道有甚麼運動可以玩呢 咦 前面有個肥仔 先去問問他 喂 肥仔 一個人嗎 喂 Hello 是呀 我想問有沒有甚麼運動是有一點刺激 又可以跟一班朋友一起玩呢 運動啊 又要刺激啊 當然有啦 你可以試試玩玩遊戲 不過你是誰 大家好 我是Carmen 我是新來的PPS實藥報道員 我第一次玩玩玩遊戲 有沒有甚麼要注意的 好像很危險 當然會有的 其實如果每一場運動都會有危險 只要做足安全措施就沒問題 不如不要說那麼多 我帶你去牆壁 戴好眼鏡 教你怎樣開槍 好呀 喂 肥仔 我連第一次都交給你 但是我連你的名字都還未知道 也對呀 我還未介紹我自己 Hello 我是肥店長阿Wig 話說人家也是第一次 嘻嘻嘻嘻 讓我對它好些 我今天會用一把 GPOS DAS GDL15的電槍 會做一個示範 進來把槍 安全意見 先戴上一副目鏡 那我想問這支槍有甚麼特別 其實這一把是參照真槍的設計 它可以解決到氣槍的氣化問題 以及不穩定性 先開槍的時候 我先幫你找一隻主力眼 好 同學跟我做 舉高你的手 對 然後前面有幾個把 慢慢拉 拿其中一隻把來做目標 慢慢拉到自己的臉上 好 保持住 對 OK了 右眼就是你的主力眼 到我們教你怎樣開槍 因為我看你是女生 所以我會給你一把小一點的槍 而這一把就是GPOS 9吋的槍 很適合女生使用 因為一來來會輕一點 就是這樣 然後現在教你怎樣開槍 好啊 這支槍有沒有想像之中那麼重 對呀 其實你現在這樣開槍 我可以多收拾你一點 其實現在你手握這個 就是PTS出的EPG的Grip 所以它因為它的斧口位 就做厚了 所以令你開得比較舒服一點 不會那麼硬手 而且始終你是女生 那隻手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它配了一個 整支一盒CMR 9吋半的骨 在6點 9點和3點的位置 都會有N-Lock的位置 可以讓你加上一些不同的配件 讓它使用 嗯 那好吧 其實如果你開槍的話 你可以你的左手 握 不用太直的 你扭曲一點點 那你開槍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了 嗯 好了 現在完成的話 下一步就會教你怎樣去瞄準 好啊 以第一次來說 你算是開得不錯 不過呢 有一件事要提提你 就是你的食指 食指的話 我們大多數不會常常 放在這個出甲位 一射完之後 就要拔出來 就放在MAT Release 或者上面的位置 那為之安全 嗯 那我應該怎樣瞄準和站 那好吧 那你先放下 那我教你怎樣去瞄準 那我做一次 一會兒我再收拾你 好嗎 好 那首先 其實站的話 好多人 都會向後移 就好像這樣 那其實這樣是最不好 很不穩定的 那我們大多數 我們會拿 站的話 拿槍站的話 就個人 兩隻腳 摧到剛剛好肩膀位置 然後 微微地向前傾 輕輕一點 而已 美托這個墊 在架底位置上 按住 然後舉起之後 慢慢把面珠燈 放在這個位置上面 那握好 那你就已經完成了 這個握槍的動作 那其實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是可以射到動力的 第二樣東西 就是會比較穩陣一點 因為每一把氣槍也好 或者這把GPS槍也好 都會有一個後座力的 如果有後座力 會令人站得不穩 加上 現在我們這裏 會用了我們PTS的EPS 每範圍 面枕這個範圍 就會比較闊 枕下去就會比較舒服 之餘 裡面的設計會比較大 可以放到不同的小配件 或者一個大型的電池 都可以用到的 所以為什麼會這麼適合 GPS去使用 好 那現在你先試一下 好啊 睡下去真的舒服得想睡著 嘩 不要睡瞄準了 好啊 我先試瞄準一下 嗯 描得很好 而且手指也有聽教 不要放到觸控器 好 那現在就教你怎樣開槍 那好吧 因為始終這把 不是普通的電槍 那是參照著真槍的設計 所以它插了一隻架 之後呢 一定要做一個Cock 這個動作 是 Cock完之後 它會脫寶寶寶寶寶 就會上了課 是 而我們 Custom 因為我們這個是Custom 的關係 所以 這個充電器 我們也是換了Mega充電器 這個充電器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可以雙 左右都同一時間 可以做到一個Clocking的動作 不會像傳統那些 一定要按住鈕 才可以拉到的 就這樣你單手拉又可以 另一邊拉都可以 對 對 就是這樣 太好了 很快 很快的手 上手 真的嗎 我不是哄你 認真的 很厲害 不過放下之前 記得做安全的動作 是 把這個士尼塔撥到安全 然後槍嘴 所以我們永遠都會將它 面向單位置 是 這樣就為之安全 剛剛試射完 你覺得怎樣呢 我覺得這支槍射得很直 而且它的後座力也挺厲害 沒錯 其實這把Custom的GBOX槍 因為本身裡面 就用了KM 6.03的內管 而且它換了MAC的紫色 隔膠膠 所以它出來的穩定性 會比較高 那阿斐你何時帶我去打窩遊戲 隨時都可以 現在的場路全開了 或者有朋友想和我們一起打窩遊戲 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CLS 留言、讚、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方的鐘 下部影片推出的時候 就會收到通知了 好 今天的介紹就這麼多了 好 再見 拜拜